低密度脂蛋白高 胆固醇高 应该吃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 看完这个视频 用处是很大的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人 是可以吃鸡蛋的 每天吃一到两个没问题 但一定记住 少吃动物的内脏器官 多吃蔬菜 比如像芹菜 萝卜 西湖式 菠菜都可以吃 可以适当的吃海产品 比如鱼虾 有个患者啊 为今天吃了一个虾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觉得 哎呀 这是我不该吃的 其实呢 蛋白质是一定要补充的 适量的吃鱼虾 瘦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上热下寒 中焦堵 一招教你打通 温暖 全身上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终于说这样一句话呀 果是向上走的 而寒呢是往下沉的 如果中焦堵在这不通了 那就上焦是火 下焦是寒 患者一般表现为身体上半部分会出现上火的症状 比如说皮肤的油腻 毛孔的粗大 眼睛干涩 心烦不安 甚至呢 是焦躁 容易发怒这些症状 而身体的下半部分呢 就出现寒的症状 手脚也是冰凉的 特别的怕冷 腰气酸软 尿频小便清冷这些 上热下寒 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 就会导致经络的不通 气质血凝 那高血压呀 高血脂啊 这一系列的慢性疾病就会发生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打通中焦的方法 有以上症状的朋友可以跟着视频一起做 这个方法呢 就是两个穴位 一个是归来穴 一个是气冲穴 这两个穴位呢 都在腹部 肚脐旁边 具体的位置我打在了屏幕上 可能有人说呀 这两个地方我熟悉呀 之前我也多揉一揉啊 揉了以后怎么没管用呢 我告诉你啊 一者一也 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告诉你这两个穴位它的作用 你再去揉 那作用就不一样了 中医说呢 如果你吸气的时候不归根 那就按归来穴 吐气的时候不通畅 那就按气冲穴 所以归来和气冲 一升一降 一吐一纳 这是肚子上面升降两个重要的穴位 归来穴呢 是专门纳气 归田 管着我们气喘 气托 这些气虚的症状 而这个穴位也可以治疗像男子的膳气啊 女子的公脱 子宫下垂 老年性的像脱缸 少年的体弱 古人说这个穴位呢 可以使脏腑的亏损复原 所以又叫归来之一 多按归来穴 可以让人心清神静 灼阴下降 拍打这个归来穴 也可以使百病去除 营养周身 归来穴呢 也是长寿的一个穴 严命的一个大穴 大有王者归来之意 所以这个穴 你现在再去按 是不是别有意境了 气冲穴呢 是让人能够步履轻盈 有的人走路 拖泥带水的 按了它以后呢 脚步都变得轻盈了 这个穴呢 它是往上行的 有的人吸气下不来 吐气不痛快的时候 能够引导着气机 营养着你的头脑 像脑的供穴不足啊 多按气冲穴 这样呢 归来与气冲这两个穴 一上一下 像拉风箱那样 通上撤下 没有丝毫的阻碍了 所以按了这个穴以后呢 就达到了解决我们中交度的这个目的 让上下交通 按的时候呢 可以轻轻的揉按 向下推 对着这穴位垂积都可以 每天坐上几分钟 动作简单 但是可以调和全身的气血经络 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为什么冬季高发心血管的疾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从小雪节气之后啊 气温就骤降 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都有着疾病复发的迹象 这是为什么呢 冬季的天气寒冷 血管呢 在寒冷的刺激下 就会出现收缩晶丸的现象 这个时候血中的含氧量就会降低 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 而心脏呢 为了保持正常的功能 就会增加血压 调整心率的速度 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在寒冷的情况下呢 心脏承受的压力就比平时承受的要更大 很容易诱发心脚痛啊 甚至心梗 脑梗这些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近几年 从特别冷的地方去南方 过冬的会很多 那没有这个条件的 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在冬季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第一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及时的添加衣物 多喝热水 北方冬季要少外出 今天有一位患者啊 特别冷的东北 表现特别好 爱运动 我说你几点出门啊 我天不亮就出门 错了啊 一定不要这么做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在冬季的时候 尤其是北方 最好在室内多活动 太阳不出来 你不出去 太阳不出来的时候 阴气比较重 等太阳出来了才能出门 第二呢 要注意均衡营养 清淡饮食 避免像高油 高脂 高盐这样的饮食 第三呢 冬季收藏的季节 怎么藏啊 你像动物都知道冬眠 所以在寒冷的季节里边 要多睡觉 早睡早起 到冬季可不是 睡足了 藏起来 这是冬季养生的要点 你都记住了吗 以下五个健康谣言 千万不要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养生健康谣言也是满天飞 好多所谓的健康知识 其实也是危言耸听 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以下五个健康谣言 千万不要信 第一 患有心脑血管的人不能吃鸡蛋 假的 饮食均衡才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保证营养 第二 醋泡的食物能软化血管 这个也是假的 第三 定期的输液能疏通血管 假的 这样只会增加静外注射的风险 第四 三高的人不能吃肉 假的 鸡鸭鱼这些白肉都是很好的蛋白质 瘦肉是可以增加营养和产生气血的一个食品来源 所以不能吃这个事是假的 第五 在家中发生中风 赶紧吃阿斯皮林 假的 这可不对啊 不要浪费时间 赶紧拨打120 吉祥卧 上一期视频里边呢 跟大家提到一个我们右侧睡眠的时候啊 有个吉祥卧 可以把这个手呢 拇指放在耳后 而四指放在耳前 右侧卧 腿自然弯曲 这个就叫吉祥卧 很利于呢 心脏不好的人 他不能左侧卧 而同时有打酷的人 那又不能平躺 那吉祥卧是最适合的 你记住了吗 心脏不好的人 睡前要注意这六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不好的人呢 睡前要注意以下六点 第一 睡前不要吃饱 不要喝太多的水 这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第二 睡前想一想 今天你的药 是不是忘了吃了 有没有落下哪一种 第三 床头呢 一定要背着消散甘油 这样的急救药 而且一定要注意 开封以后 三个月失效了 如果吃了 用于急救 是没效果 那可是损失大了 第四呢 打呼噜的人要注意 你的睡姿 因为打呼噜严重的话 很可能就是呼吸睡眠 暂停综合症 它会引起很多心血管的并发症 睡姿影响着你大呼噜的轻重 一般的说呢 不能平躺 也不能左侧躺 因为心脏不好嘛 所以只能右躺的机会多 建议大家呢 采用吉祥卧的姿势 当然了 如果你打鼾严重的话 一定要及时就医 到综合医院的睡眠科 进行睡眠的监测 来阻止住打鼾的现象 也对心脑血管是很有利的 第五 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成人一般八小时左右的睡眠 如果有失眠的情况呢 要及时就医改善 第六 如果一躺下就感觉到有胸闷 胸痛 很可能是心脚痛的存在 要及时的就医 热水袋用的好 补阳气 调气血 大家看这个图啊 是不是上了年岁的人 非常的眼熟 这个热水袋 可是在六七十年代 特别盛行的 如果有岁数炸的人 跟我回忆一下 他叫什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冬天要进行保暖了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 增补阳气的话题 这时候我们热水袋 它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热水袋经历了 像刚才我们图上的这个热水袋 后来呢 又有了橡胶制品 到如今呢 随着科技的发达 像盐大 电叉上的 面里还挺大 我觉得这是挺适合的啊 你可以拿一个比较方便 给身体加热的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热水袋 可不是光只能灌上热水的 这个袋子了 如果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结合上一些经络的知识 就可以把这个热量 阳气补进到我们身体里 去暖哪些地方呢 以下几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第一就是暖背 我们的后背呢 是肚脉和膀胱经 总管着我们一身的阳气 是抵御外邪风寒的一个重要屏障 尤其是大椎血 它是生发阳气 最主要的穴位 还有呢 大椎下面有深柱血 深柱深柱 是人体一身的顶梁柱 把后背给暖起来 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身体里的寒气散出去 自然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也就提高了 能避免多次的感冒 第二个位置就是暖肚子 腹部呢 几乎装着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这里有气海 中暖 天书 官员 这些重要的穴位 在这儿要是暖起来 能够提高肠胃的温度 加强肠道的蠕动 能够帮助我们驱走脏腑的寒气 以及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 同时啊 根据腹脑学说 腹部和脑部是相对应的系统 你把腹部给伺候好了 脑也就健康了 第三呢 是暖腰 感觉精力不够旺盛 少气懒言 站不直也坐不直 小便也不立 这种情况是肾虚了 你就要热一下你的后腰这个部位 后腰上呢 有两个重要的穴 肾疏和命门穴 多暖后腰 尤其是巴疗这个穴 尾巴骨这个地方 多暖着 可以增强人的肾功能 提升整体生命的能量 其实我们后背后腰 这两个地方啊 在冬天的时候北方呢有暖气 不用这热水袋靠在暖气上去暖一暖 对阳气的不足 心脑血管病症的恢复啊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第四呢 就是要暖脚 从双脚走过的经络呀 贯穿着整个全身 很好的把两个脚给暖起来 五脏六腑就会暖和起来 全身的经络也畅通了 气血自然就通畅了 脑梗三年没复发 只因为它做对了三件事 脑梗治愈以后也容易复发 但要做到这三点 帮助你远离脑梗复发 脑梗呢 现在困扰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 还有很多的脑梗 在治愈以后 没有多久又复发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需要注意什么 才能预防脑梗的复发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要按时服药干预 因为动脑的硬化 或者是血栓会导致脑梗 这就需要我们用药来干预 阻止住它进一步的发展 来降低发作的风险 避免动脑硬化进一步的加重 很多人呢 在发生脑梗以后 感觉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 就逐渐把吃药这件事忘了 虽然这时候脑梗的症状已经治愈了 但是造成脑梗的根本原因还在 所以还要按时有规律的去服用药物 避免脑梗的再次复发 那可不可以说不用药了呢 临床上呢 我会给大家出运动的处方 但是我建议呢 运动也并不能够完全代替用药 该用药的时候还得用药 第二呢 一定要监测着三高 也就是血脂 血糖 血压 因为三高是导致脑梗发生的诱因 不能够光吃药 不看指标 这样你也不知道你控制的好不好 第三呢 改善生活习惯 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 导致了你三高的发生 加重了动脑硬化和血栓的形成 会进一步的诱发脑梗 所以如果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呢 一定要改变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戒掉高盐 高油 高糖的这些饮食 戒烟 限酒 每天呢 要坚持适当的运动 促进血液循环 如果你平时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但是现在呢 还没有发病呢 也一定要改正它 引起血管堵塞 究竟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血管会堵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血管堵 心血管堵呢 是心脏的血管闭塞 一般呢 分为急性的堵塞和慢性的堵塞 堵塞的程度不同 治疗采取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呢 为什么血管堵 心脏就像是一个房子 有房有屎 还分成间 这里边呢 有发电机 泵控制着我们的心脏跳动 而血管呢 就像是水管 它堵塞呢 是因为血管中沉积的这些物质呢 导致了血管的不通 这些沉积物呢 就像是动脉硬化 斑块 斑块再破裂了 血小板凝聚以后 就形成血栓 血栓呢 会完全堵死这个血管 引起血管对应的供血区域呢 心肌就坏死了 这就是急性的心肌更死 当发生急性的心脏堵塞的时候啊 需要尽快的帮助开通血管 所以一般采用像 溶栓的治疗 支架的植入 目前呢 关心病的患者植入支架之后 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药物 防止血管的再次堵塞 同时也需要长期的监测 心脏的状况 包括心电毒 心肇这些检查 千万不要等到全堵了 再去修理 所说的这个急性的堵 也是由慢性发展而来的 就像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 平时呢 我们要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帮助血管 很好的避开这些堵塞的发生 少油少盐 无过度的肥胖 不抽烟喝酒 不熬夜 适量的运动 特别是不要久做 如果你已经发现堵了 那纯天然的中药治疗 会帮助你疏通血管 别耽误了自己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带你了解更多的 新血管健康知识 血管的斑块 别发愁 三个方向告诉你 如何画斑块通血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确诊斑块的朋友 想要知道怎么治疗斑块 一般情况呢 是从三个方向出发 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 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 那从药物治疗上来说呢 血管的斑块治疗 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也根据你的指标 确定你是吃阿斯批林 还是吃塔丁 第二呢 介入治疗 或者是手术治疗 所说的阿斯批林 塔丁 或者患者之前就有冠状动脉 主动脉或肾动脉 以及四肢动脉 出现了明显的管轻狭窄 闭塞 临床上可以采用介入 或者是手术治疗 听好了啊 除了以上两个方法以外 第三才提到 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 而且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更改 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 当然这里边包括了调节饮食 不吃过多的油腻食物 减少油脂的摄入 再加上经常的运动 加快了血液的流通 以上三个就是治疗斑块的主要方向 作为中医人 我要特别告诫大家 以上三条里边有缺陷 应该倒过来 第一 要改变生活习惯 你的斑块是由于你的生活作息时间 和不运动造成的 那么首先要改变这些造成斑块的病因 第二 这里边提到的最先采用的应该是纯天然的治疗方法 那就是中药的治疗 中药的治疗干预了你的这些血液的状况 改变了体质 化掉了这些斑块 所以啊 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这些动脉的斑块 但是每一个患者 他有各具特点 适合哪一个方法 具体的 还有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判断 快速的降血压 牢记这三个血位 血压稳稳的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临床上多数人采用了吸药的治疗 虽然吸药的降压效果快 但有的患者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所以对于高血压的患者 用中医的方式整体治疗 辩证论治 除了用中草药治疗以外 还可以通过血位的按摩方式来降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三个降压的穴位 平时可以多揉一揉 第一个穴就是百慧穴 百慧穴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穴位 两个耳尖之上正中间的地方 它具有着吸风醒脑 生阳故托的作用 经常按摩百慧穴 可以缓解中风失与失眠高血压 引起来的头痛等等 第二个就是曲蚩穴 位于我们肘横纹的外侧端 比如说头目暴胀 人的性格就是刚烈的 怒目缘争 刚火旺 粗鲁莽撞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第二在心脑血管病症来说 特别容易引起中风偏瘫 火气一起来的时候 眼珠也红了 这个时候你帮他点按取池穴 可以缓解心中的压力 取池呢 穴曰取池 池是渗水 这个穴位呢 是水生木之血 能滋水 寒木 它的寓意呢 有着无限的生机 可以让干木的强质 获得柔和委屈之意 所以干火特别旺 得到了肾池水的滋养 就能够使干阳上抗的人呢 降了这个火 达到了治疗干火的目的 所以道德经上说 取则权是大智慧 这个穴就有这个意思 第三个呢 就是四关穴 四关可不是一个穴 它是一个组合 这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组穴位 它在哪呢 一个是颌骨 我们常见啊 就在手的骨口这个位置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脚上面 太冲穴 颌骨和太冲的组合呢 称为四关 脚上两个 手上两个 这个穴位按的时候 可以起到让人一身契机 融合的作用 河骨呢 是走气 太冲是走血 气血流通 更加通畅 同时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 这几组学 你都记住了吗 高血脂分四种 不难区分的 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大家好 我是赵宇浩教授 高血脂症通常是说 血浆中的甘油三脂 或者是总胆固醇升高了 也包括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它升高 高密度的脂蛋白呢 它降低 根据升高脂蛋白的肿来不同 临床上通常把高血脂症分成以下四种 因为类型的不同 对应的方案也是不同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不同类型的高血脂生活条理方案 第一 高胆固醇血症 要限制食物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少吃动物的内脏 脑 鱼子酱 螃蟹 鱿鱼 这些 同时要限制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 增加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胆固醇的食物 比如说燕麦 糙米 豆类 这些富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 第二 高甘油酸质血症 要限制脂肪糖分的摄入 摄入蛋白质的食物 以豆制品鱼类 蛋类为主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多吃粗粮 杂粮 粗菜 第三 混合型的高血脂症 要结合以上提到的胆固醇偏高 或者是甘油酸质偏高的注意事项 第四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 要拒绝反式脂肪酸 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建议呢 要控制体重 每天都要坚持运动 你要把指标降下来的 每天的运动量呢 不少于30分钟 运动的内容呢 包括着快走啊 慢跑啊 打太极拳啊 这些 除了以上和饮食有关以外 一定呢 会有人说 我都特别注意了 我真没犯规啊 怎么还是高的呢 这就是中医里说的 你的消化和吸收的能力弱 我在临床上呢 特别爱说这样的话 你身体里边的好人少了 坏人就相对的多了 所以在消灭坏人的同时 也要更加注重你的身体里边好人的培养 增加正气 从根本上去实现健康的目的 关心病一旦确诊 万不可忽视 下面三点建议要记在心里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身边的朋友 查出了是关心病 除了要坚持吃药来干预以外 还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有助于阻止关心病反复发作 第一呢 就是日常饮食要清淡 得了关心病 不要认为啊 把药吃上了就没事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 控油 控盐 控体重 另外呢 不要熬夜 把指标控制好 第二 保持心情愉悦 情绪的平稳 才能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避免过度的紧张 兴奋或者是愤怒 造成血压升高 严重的可能还会诱发心脚痛 心梗 第三 坚持适度的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提高心血管的耐力 选择舒缓的运动方式 像散步 慢跑 骑自行车 每周呢 至少三到五次 开始的时候可以短一点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逐步的再增加到半小时 或者更长一点 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得了关心病 一定要定期的去医院做检查 及时的发现潜在的问题